近期北美多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 据美国媒体报道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小镇利顿 近日记录到49.6摄氏度的高温 已经打破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高温天气也引发了多地森林大火 加拿大西部地区近日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小镇利顿 经历了加拿大有史以来最高的气温 49.6摄氏度 前所未有的热浪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 并引发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40多起森林大火 其中大部分仍在燃烧 截至目前 这个坐落在山区的小镇已经有数百人紧急撤离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 今年到目前为止 加州已经发生3500多起山火 这比过去五年的正常水平高出1000多倍 火灾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时间也越来越早 美国干旱监测报告显示 截至7月1号 美国西部93%的地区处于干旱之中 加州最大的水库 沙斯塔湖即将打破其最低水位记录 此外 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显示 美国从2004年到2018年 平均每年有702人死于高温 然而上周 美国就有数百人死于高温 另外 急剧增加的用电需求 也导致美国多地供电紧张 纽约市居民被告知限制使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 此外 一些低收入家庭 由于负担不起空调的费用 以及高昂的电费 在高温天气下备受煎熬 许多老年人也面临着与高温有关疾病的风险